所以第二张图 第二张图的参数 我一样要从这个 这个里面 我是不是都是降血压的参数 所以要改成什么 首先 首先 你先点这一张图 点到这一张图之后 这边轴是分区业务组别 你当然要选择的是 抗忧郁症的分区业务组别 但是你不能用勾选了 你怎么样可以用勾选 你先把这个关掉 然后再勾选分区业务组别 你就可以用勾选 这个值 所属分区业务组指标值关掉 所属分区业务组指标值打勾 然后记得取平均 可以吗 请问一下 那个降血压的 就是最高的是哪一个 降血压最高的是 因为我知识昨天没有写台北 那抗忧郁症这边算出来 平均值也是台北 可以吗 或者是我这样说好了 南区 南区抗忧郁症这边排在第四 对不对 那降血压排在第几 排在也是第四 可以吗 我说名次 名次上的比较 可是你觉得有可能这样子比吗 你到时候 你的主管说 你能不能一起放在一起 给我比 给我看 对不对 这个是稍后我们才会跟你讲的 来赶快做 这个 第三个 第三个 这个院所指标 好 第三张图点一下 然后请把轴 一式机构名称关掉 然后我们改成抗忧郁症的一式机构 对不起 不是代码是名称 然后接下来是 是那个 这个院所指标值的平均 关掉 我要用抗忧郁症的院所指标值平均 请你先看一下 记得改平均哦 记得改平均 请你看一下哦 我改错表格了 我怎么停留在降血压 我先还原回来 谢谢 只要你对我就觉得青出于蓝胜于蓝的骄傲 这样子的话 我的问卷分数一定就会很高 记得 现在教的这件事真的很重要 所以你们一定要好好的把它学会 而且你一定要按照我这个程序步骤 这都是真的精心设计 然后一直我自我不断的成长 然后编排出来的教材 算了 这个这个院所 这个应该 我要放的是 医事机构名称 我现在说的是抗忧郁症 然后这边 这边我不是要用这个医事机构名称 而是要用抗忧郁症的医事机构名称 还有就是这个院所指标值 不是用降血压 而是要用抗忧郁症的院所指标值的平均 好 我现在要请你看一个数字 请你看一个数字 就是 呃 这边 降血压 降血压 这里 这里哦 就是 排在第一 就是我以医事机构来去排的话 第一名是这一个叫做黄水根诊所 那 抗忧郁症 抗忧郁症 这边那个同药理用药日数 重叠率 有看到吗 是是这一个 陈安耳鼻喉科诊所 我现在是我是要告诉各位哦 就是因为医院的 形态有很多有医学中心 有区医医院 然后地方医院 然后还有那个诊所 那 为什么这种事情会发生在 就是就是你的对象 应该是要你去击合诊所 诊所比较有可能会发生这种情形 就是 在医院里面发生这件事跟 对不起 在医学中心发生这件事 可能 可能跟在诊所发生这件事的那个 性质是不太一样的 所以这点是要请各位稍微注意一下 好 那接下来就是这一个 这一个 院所指标值的平均 请把一样 医事机构名称 不是降血压 而是改成抗忧郁症的 医事机构名称 然后直 直 关掉 改成那个院所指标值 然后的平均 然后记得我这边的筛选 记得这张 这张筛选 这里面太多太多了 所以 所以假设我今天我指定到这个地方 你看零点零二 好 那我们来进行一下筛选 所以 不是 不是 就这里面我们必须要来进行一个筛选 所以请把这个值改成 大于零点零二 好不好 这个 大于 就是院所指标值的平均 大于零点零二 套用筛选 好 你看一下 假设 假设 你现在 你现在来去看一下 就是说 2020年 对不起 这边还没有改 这边我要把值用百分比的方式呈现 用百分比的方式来去呈现 好 来 麻烦请调整 请修改这一张 这一张 他的 值 这一张的值 就是栏位里面的值 请把值改成总计百分比 将值显示为总计百分比 对 你看哦 这样子的话 我们就要去看 虽然 虽然在这里面有看到吗 南区不是最高 南区不是最高 2020年南区不是最高 但是 他比往年都多 因为你在积合的时候 你会积合最高 最高 如果他本来就是最高 他应该还是最高 好 这个还不太算异常 那本来不高 后来变高 这才叫异常 这是我们需要去做 积合 需要去做管理 所以我们 假设这时候 控制键点选 点选这个南部南区 那你就要去看说 南区这边 哇 这一家0.07 诸园内科诊医院 听得懂吗 好了 我主要是要跟 今天上午的第一节课 主要就是要跟你们讲 讲到这边 我们还有五分钟 请写知识 知识我能不能请点人来回答 就是左边这些图 你看到了什么 请你 请你先不能讲说 那个降血压 跟那个抗忧郁 的比较分析 你现在就只能讲 抗忧郁症 的分析中 你看到了什么 首先 各年用药日数 重叠率 逐年下降 一样吧 对不对 然后 接下来 这个地方 20 2016年 开始 呈现震荡 就是 年年下降 年年下降 下降是好事 下降是好事 他从零点 他从千分之四 降到千分之一 就是 2010年到2016年 他是这样下降 然后接下来 2016年开始 就呈现震荡了 震荡 就是稳定了 稳定 可以吗 就是说 因为我觉得就算我们从医事管理的角度来去看这件事 我们就算再怎么管理 可是你不能够去 去阻止病患的那个服药行为 所以我觉得可能后面都是在服药行为 这边 但是如果说还是有诊所的话 其实应该要请医生 就是再多关心一下 就是说 那个在开药的时候 先多做一些询问 然后也许我们要加注 加注说 这个病患有 那个是到底是过度服用药物 还是他觉得无效的诊断 所以他换医院 好 那 咁 咁 咁 好